八个终点经 这接门开智慧 念八个小时佛 一天十六个终点 多么有妄想 多不起坦诚迟慢 他心怎么不清静 这样天天不断地要训练 给你训练个三年五年 他自然就得定了 得三位开智慧了 现在不行啊 现在这个道场 哎呦这个道场了不起了 天天讲经了 一天讲两个终点经 我们这才一个半终点啊 就算两个终点经吧 二十四小时 还有二十二个小时打妄想 你说有什么用呢 这么有用处吗 以前这样 二十四个小时 十六个小时 他现在到上 那个才管用啊 所以从前人那么成就 我们看到就是奇怪 实在有太道理 这两个小时 这两个重点的时间不行了 必须要全部精神呢 关注在这里 这个近几年来 有啊 我在美国看到 在台湾 在新加坡 在中国大陆 少数的一些人 他们用什么方法呢 把我的录音带呀 把它写成文字 于是一天 也要用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把这个录音带反复地听 一句一句地写下 一部无量寿经写成 写圆满了 他有了一点功夫 一部无量寿经写下来 也要一年多的时间 从录音带上 一个字一个字就写 听了 他会记不得了 写下一句 重复倒回去 然后再听 全部精神灌在这个里面 他也不达妄想 也不生烦恼 用这种方法 我知道少数有十几个人 他们告诉我 告诉我 真正欺辱 那么这是 深习的时间要长 我们的修学 才能得到真正的受用 而五经另外一种 大师至菩萨念佛愿同章 这是《楠眼经》上的 一段经文 并不长 两百四十四个字 比《薄弱心经》还短 《薄弱心经》两百六十个字 这一段经文 是《应光大四》 这个提出来的更近了 民国初年的大家都知道了 《应光大四》把《楠眼经》这一段 附在《净土四经》的后面 变成《净土五经》 现在我们流通的本子 还需不需要呢 给主说不需要了 《净土宗》的经典 达到究竟圆满了 我年轻的时候 在台中学经 我是专攻《楠眼经》的 我跟李老师学经 是以《楠眼经》为主 《楠眼经》 我讲了很多遍 至少有六七遍 但是 没有发现 这一章这么重要 没发现 到看到《净土五经》的时候 这才想起来了 这《应光法四》 这么一做提醒了我 回过头 再去看看《楠眼经》 这一段经文 不一样 发现 大师至菩萨念佛源通障 这两个四十四个字 是我们《净土宗》的心经 不但是《净土宗》的心经 可以说 它的价值超过般若心经 它可以代表 它可以代表 一大藏教的心经 也就是 释迦牟尼佛 全部经典的精华 真正不可思议 因光法四不是普通人 能够在 这一大藏教里面 把这一段经文提出的时候 成为全藏的中心 这个眼光不是普通人能够有的 于是《净土宗》的经典 完美了 现在我们《净土宗》说 五经一论 依照这个修学 你这一生 决定成就 现前生活 一定得到幸福为满 于是《净宗》学会成立之后 我们为专修净土的同学们 定下了 日常生活 定了五个科目 这五个科目 就是从五经里面提出来的 第一个三福 三福是处在 观无量寿佛经 非常重要 修行的基础 根本的根本 佛在经上跟我们说明 他说这三条 是三世祝福 敬业真意 定